好 我是楊芳怡 然後我們是就是編織廢物 讓廢棄的東西可以有再生利用的編織家 那我們這次是做環保署 就是跟主委工作室一起合作的一個計畫 就是一體兩面 絕代雙膠減縮循環的共創的行動 其實每個人加來的塑膠袋都超多 所以後來後面我們就在思考說 那我們要不要來一次就是把 說要帶這個很多 然後現代人被塑化這件事情 運用一個大家共創的藝術介入社區 介入大家一起去創作出一個作品 然後去象徵說 那現代人他生活如何被塑化包圍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就去了五個城市 就是台北 嘉義 台南 高雄 還有苗栗 對 然後就找了這五個地方的國小 跟在地的藝文的單位 他不只是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把這些很多不同的藝術家的作品的想法 藉由這樣的到五個地方去走一圈的方式 介紹給大家 請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 他就有一個絕代雙交這一齣的舞碼 然後他那時候那個舞碼我覺得很有趣 他是一個舞者身上穿了一個 全部都是塑膠袋做的一件衣服 然後他演的是一個 焦老闆內心的一個貪婪的象徵 然後我就覺得他講的議題說不定 跟我們這次希望呈現得很相近 所以我就邀請小英說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下去巡迴 張慧婷他的作品是 其實最後他是畫成了一本小冊 作為出版的形式 然後他當時是去蘭嶼做交流 然後去蘭嶼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看到那邊很多觀光客 把本島的吃喝就是一些東西 帶到那邊去吃了喝了 可是就把垃圾留在那邊 那因為蘭嶼其實處理垃圾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就把那個這整個狀態 畫成了一本叫小冊子 綠色小冊 那我們這次就跟著我們這一趟 就一起把這個本子 當禮物贈送給學校這樣子 跟各個單位 以前當塑膠袋沒有 還沒有產生之前 父母是怎麼樣去 在那個環境下生活的 那我爸就說他裝於 就是用一個什麼稻谷的一個 可能葉子啊 或是曬乾的谷 從他塞那邊裝進去 他就提著就走了 我們大概五趟總計 不知道多少幾百人 然後只有一到兩個 家裡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塑膠袋這件事 真的是太方便了 大家都會用 但樂林的時候很可以相應一件事 就是很多退休的人啊 他在一開始退休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很廢棄 因為對社會好像已經 沒有什麼 他自己內心會覺得 沒有什麼功用了 所以我覺得藉由這樣的一個共創 其實相對也讓他們內心覺得 哇 原來他還可以變這樣 還可以變那樣 然後還有印象很深刻的 還有一個 就是竟然有 我想像是哪一場 有孩子去買塑膠袋一疊 然後我就傻眼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很棒的是 就是機會教育 然後我們也會說 在過程中你要邊做邊收 邊做邊收 或者是會重視每一個環節 讓他們去在乎這件事 其實塑膠袋 你以為它是沒有遊戲規則 可是它就是這麼多 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大家必須進到 是地球這個遊戲規則裡面 現在很多人是覺得 這不管好事 它在外圍 希望藉由這個慢慢的 遊戲規則的建立 讓自己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跟世界 去達成一個 內心跟外在的平衡這樣 當場我就那天有點沮喪 然後後來我的編織夥伴 一進就鼓勵我說 就是不要放棄它 或是我們再去用什麼能量去 然後我就心裡想 對 我的不費能量去哪 什麼都會教你 你也以為這時候 真的那樣 那些人不喜歡 那些人不喜歡 然後實在 你一邊 可以找出 信到 絕對 感谢观看